他就用房间房卡打开我房间房门 然后把我就是所有东西都砸了 在里面闹事 期间的时候我有多次给酒店企团 打电话求助 他们都是就是不理睬 或者是在在推卸责任吧 没有跟我沟通 没有合适信息 就轻易地把还还给别人 这一点我觉得我特别地不能够接受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事务 就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但是我们 他这边已经给我们出来事情了 然后我们一下 各方面给我们的 也给我们做了很多这个东西 所以讲我们采用那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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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